日本在中国共进行了多少起屠杀? 154起 这个数字仅统计了上千人规模以上的屠杀 实际上日寇在中国进行的屠杀次数远超这个数字 1894年11月21日 甲午中日战争中的日寇首次踏上旅顺 在城里进行了四天三亿的血型屠杀 约两万国人惨死在日本人的刀枪之下 为了掩盖事实 日本人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焚烧尸体 如果现在到旅顺口区九三路23号 就能看见纪念旅顺大屠杀的万周末 直至今天 旅顺依旧拒绝任何一个日本人入内 时刻提醒人们牢记历史 勿往国斥 1985年一位战争中 日本人登上宝岛台湾 在台北肆意屠杀五千余人 四年日寇在台湾云林县展开扫荡 用五天时间屠杀百姓三万余人 自1985年开始至1902年 日寇在台湾共杀害了60至70万中国人 导致台湾人口锐减 1928年5月11日 在蒋介石的一位忍让下 日寇踏入济南开始屠城 六千余名无国百姓死于日寇手中 1931年10月至1933年2月 日寇擅自侵入吉林省延吉市 故意寻衅滋事 杀害约两千名平民百姓 1932年9月16日 日寇以支持抗日武装为借口 对东北省府顺市平顶山村的人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 三千余名无国百姓成为了日寇发泄欲望的对象 这是918事变之后 日本人首次针对平民进行的屠杀 为了回事面积 日寇将整个村子复制一具 平顶山村的800多间房屋在大火中化作一片废墟 同年9月 日寇在辽宁省府省市新兵县屠杀中国百姓一万余人 1933年日寇攻入铁岭渔城 在这座古老的城镇内展开屠城游戏 数千名手无寸铁的百姓被日寇屠戮 1934年3月 哈尔滨伊兰县的农民发动起义 抗击日寇 击出连战连结 但遭到了日寇的疯狂反扑 为了报复农民起义 日寇在伊兰县再次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连着几天 伊兰县的上空都笼罩着续红色的阴雨 两万余名同胞在这场屠杀中丧命 1935年5月底 老黑沟惨案发生 日寇为了打击报复当地的抗日救国义勇军 在吉林舒兰县境内的老黑沟附近 进行了长达九天的屠杀 这里全是老师本分的庄稼人 三百余户上千名村民 在九天的时间里被日寇屠戮殆尽 然后用一把大火将这里变成人间炼狱 1937年11月5日 日寇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偷袭上海金山卫 登陆后的日寇见人就杀 数千名百姓遭日军屠杀 1937年9月9日 日寇的铁骑踏入山西境内 在阳高县南共镇屠杀无辜百姓上千人 三日后 日寇进入山西省天镇省 在城内进行了连续三天的血腥屠城 2000余名城内百姓倒在了血泊之中 1937年9月24日 保定沦陷 日寇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冲进城内 一场血腥屠城 拉开帷幕 2000余名无辜百姓倒在刀枪之下 1937年9月4日 日寇在廊坊顾湾县 制造了顾湾大屠杀 这座有着京南明珠之城的小镇 在日寇的铁骑下 变成了人间炼狱 上千名军民被杀害 1937年9月23日 丧失人性的日寇 在山西省大同市林丘县 进行杀人竞赛 导致无数百姓家破人亡 同年10月8日 日寇卷土重来 数千林丘百姓 惨死于铁骑之下 1937年9月28日 山西省朔县沦陷 日寇开始了 有组织 有计划的屠城行动 他们将全城百姓 聚集起来 残忍杀害 权限于4000人 在这场屠杀中丧命 这场屠杀 也成为了抗日战争的 八大惨案之一 是山西人民 不愿回忆的一道伤害 1937年9月30日 日寇在山西北部的宁武县 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 这座县城只有7000余人 却被日寇残忍杀害了 4800余人 1937年10月 日寇攻占山西原平县后 在城内进行屠杀 于3700人 在这场屠杀中命丧当场 1937年10月8日 日寇攻下河北正定县 县城内1506名 无辜百姓被屠杀 不堪其辱的妇女 只能选择跳紧 屠杀结束后 人们竟然在一口水井内 发现了20余具 投井刺尽的尸体 1937年10月12日 日寇攻占河北兆县 在城内烧杀抢掠 导致1149名百姓 命丧于此 1937年10月12日 至15日 日寇在河北梅花镇 发起屠城 城内600余栋房屋 被烧成废墟 1547名百姓 被残忍杀害 1937年10月 日寇冲进河北城安县城 对这座古老的城镇 进行了两次屠杀 5300名无辜百姓 被日本人折磨至死 1937年11月19日 江南古城 常熟的城门 被日寇踏破 久攻不下的日寇 一进城 就开始报复性的屠杀 遇难者多达6000余人 1937年11月13日 日寇的飞机大炮 对着山东几宁 狂轰烂炸 百姓在逃命途中 被炮弹击中 根据目击者的回应 济南城西门外的尸体 足足有两里远 此日 日寇冲进济宁 开始屠城 攻击2400余名百姓 在这场屠杀中殒命 1937年12月15日 日寇攻占河南北部的 清风县城 1516日两天 日寇在城内 杀害1000余名无辜百姓 1937年12月8日 日寇冲进江苏镇江 这座古城 瞬间成为人间炼狱 在此之前 日寇的飞机已经对这里 进行了多次空袭 仅死在空袭中的百姓 就多达千人 万余镇江人民 在这场屠杀中死亡 屠杀之后 日寇为了毁尸灭气 在城内到处放火 城内一万余栋房屋 都被点燃 大火连烧数天 整个镇江的天空 都被浓烟遮盖 1937年11月14日 江苏太仓沦陷 日寇在城内 进行纵火屠杀 只要看见人 就拿着刺刀冲上前去 台仓城内的大火烧了 三天三夜 上千无辜百姓 死于日寇的刺刀之下 1937年11月19日 苏州沦陷 日寇进城之后 到处杀人放火抢劫 一万余民百姓 死于日寇手中 1937年11月25日 无锡沦陷 日寇在交通要道东庭 实行三光政策 1821名同胞 死于这场屠杀之中 一万多间房屋 被日寇烧毁 随后 日寇在无锡 大死屠杀无辜百姓 制造了多次 惨绝人寰的惨案 上万名中国居民遇难 1937年11月29日 长州被攻破 上万名国人 被日寇屠杀 1937年12月2日 被誉为 第二道国防攻势的 江英要塞 被日寇突破 在江英把揮战中 损失惨重的日寇 涌入城内 报复性的 展开了一轮又一轮屠杀 两万名国人 死在了自己的故土 1937年12月10日 无户沦陷 日寇接连进行了六次空袭 诈死诈伤数千人 如成不久 日寇就屠杀了上万名 手无寸铁的百姓 1937年12月13日 六朝古都南京沦陷 在南京保卫战中 吃遍了苦头的日寇 丧心病狂地冲入城内 因为国民政府组织撤离不利 此时的南京城内 还有五十余万军人和百姓 随后 日寇进行了 有组织有计划的暴行 攻击三十余万中国军民 惨死于日寇手中 成为国人心中永远的痛 1937年12月24日 杭州沦陷 日军指挥部纵容士兵 在城内烧杀抢掠 仅三天时间 日寇就屠杀了 四千余名无辜百姓 1938年1月8日 日寇在须移城内屠杀百姓 两千余人死在恶魔手中 抗战期间 日寇曾三次攻占江西吉安 杀害无辜百姓 附如一万多人 给这座城市 带来了无法磨灭的伤痛 1938年2月1日 日寇站立安徽共养 此时城内的百姓 早已逃离 奸诈的日军 搜刮完空城之后 一次日 在城外到处 张贴安民告示 诱骗百姓回到城内 2月5日 眼见城内百姓 回来的差不多了 日寇突然将城门关闭 将百姓聚集在一起 用机枪扫射 短短几天时间 城内五千余名百姓 就只剩下了几百人 1938年 日本攻占新乡 在新乡及周边的县城 大开杀戒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日寇就在新乡周边 杀掉了两千余人 1938年2月20日 山西长治沦陷 日寇入城之后 将百姓全部聚集起来 用残忍的方式 将上千名 手无寸铁的平民杀害 1938年3月12日 大批日寇 冲进太湖马山 将附近的村子 屠露隐空 上千名无辜百姓 惨死于日寇刀下 1938年3月17日 腾县保卫战中的川军浴血奋战 却还是没有抵挡住日寇的进攻 日本人 炸开腾县大门之后 鱼管而入 看见百姓就杀 看见房子就烧 仅两天时间 2259名腾县百姓 就死于日军手中 4700多间房屋 在火焰中化为废墟 1938年3月25日 日军十四师团 冲进长原城内 原本在此处 驻守的国民党首军 得知消息后 早早撤离1700多名百姓 因此惨死于日寇的屠刀之下 这期视频 只整理了1894到1938年 部分日寇 进行的上千人规模的屠杀 在查阅资料时 看到了无数日寇 在中国犯下的恶毒罪行 让人彻骨生寒 实在不愿在视频中 过多描述 做这期视频 就是为了让大家铭记历史 不要忘记 日本人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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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